4月1日上午,国家禁毒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 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反控专员刘岳静在会上宣读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将芬太尼类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的公告 标志着中国政府已正式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 刚才我向大家宣读了芬太尼类物质整类列管的公告 标志着中国政府已正式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 这是中国禁毒法治建设历程中的重大创新性举措 据刘岳静介绍,芬太尼类物质是最近几年才出现 并且在美国、加拿大等国迅速发展蔓延的新型合成毒品 由于该类物质毒性强、品种多、变异快及查难 已成为当前国际禁毒领域面临的一大难题 在此之前,芬太尼类物质在中国列管品种达25种 超过了联合国规定管制的21种 这次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也是中国为治理群球毒品问题做出的举措 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将彻底堵塞不法分子通过对其中一个或几个原子 官能团或集团做简单修饰即可研制新品种而逃避法律制裁的漏洞 也为公安、海关、检察院、法院等执法、司法部门 有效打击处理该类违法犯罪活动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能有效地防止分泰离类物质大规模滥用 以及非法制范走私活动 为全球毒品问题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陈时飞表示 毒品管制的目的除了严防滥用以外 还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合法医疗需求的影响 以后如果有更好的管控手段 有关部门也会及时做出调整 在分泰离类物质整类列管的认证过程中 在前期的讨论过程中 我们重点采取了以下的措施 一个是充分评估认证了整类分泰离物质的具体品种 和潜在的合法的用途 增加预见性 二是科学鉴定分泰离类物质涵盖的范围 既不能过宽 也不能过窄 影响合法的使用 三是制定立位的规定 如果发现列管的分泰离类物质 有着医药、工业、科研 或者其他合法的用途 可以及时调整出管制品种的没落 会上有记者提问 如何来确保对分泰离整类物质列管落到实处 对此刘岳静介绍了几点措施 第一部署排查清理 深入摸牌重点地区生物医药基地和化工园区 查清排除非法制造分泰离类物质的风险点 清理互联网 涉毒信息 切断不法分子 网上联络交易渠道 第二 强化查局堵截 督促物流记地公司 落实实实名基地 开箱验室 过机安检三项制度 部署海关重点关区 加大对高风险国际邮包的查击力度 提高查验比例和评次 有效拦截分泰离类物质走势出境 此外 有关部门也会展开立案调查 深化执法合作 并加强对分泰离类物质 检验鉴定技术研究和标准制定 刘月静表示 下一步 中国政府将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 加强合作 加强配合 联手共同应对分泰离类物质 对全球的挑战 据悉 该公告将于5月1日起开始执行 加强配合作